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用的正方形纸边长15厘米 我们用其中一半来折就好 把它对折 然后从中间分割开 就剩下这样一张纸 我们用半张纸来折 首先两个窄边对折 展开 两个角往上折 展开 两个角再往下折 然后翻到背面 这个边折向中间的指竖线 同时下面的指掀开 这一侧也一样 后面的指掀开 这个边折向中间的指竖线 外侧的边折向中间的指竖线 展开 上面的边折向中间的指数线 展开 把这个脚捏起来 梳理起来 往下折一下 再往上折 这一侧也一样 外侧的边折向中间的指数线 上面也一样 这脚捏起来 梳理起来 往下折一下 再往上折 然后翻到背面 看这个斜线 这个点 沿这个点 把外侧的脚往里折 折的这个指数线与指数线保持平行 这一侧也一样 然后展开一下 把这个斜边 折向刚才的折痕 这一侧也一样 再次展开 沿刚才的折痕 这两个点 沿成的线 把下面的纸往上折 左右两侧 左右两侧撑开 形成小三角 然后再次 把外侧的小角 按照之前的折痕往里折 这一侧也一样 这一侧也一样 然后把它左右对折 然后把它左右对折 看这个横着横 把这个角折向上面的横着横 背面也一样 两个角翻下来一下 再看这个斜折痕 上面的角指向这个斜折痕 再沿这个横着横 整个部分把它折一下 前后都折一下 然后展开一下 我们看这一侧 稍微分开一些 我们需要把中间的这个部分 压平 左右分开 中间的部分 撑开 往下压 下面的部分这里捏起来 这折痕上面的部分也捏起来 整个部分这样撑开 形成脸部 最后是整形的部分 上面的小角可以稍微撑开 从中间分开 调整成一个形状 这个部分可以让它这样斜着弯曲 这些整形的部分 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整形 然后是手部 这里可以稍微撑开一点 形成这样 这一侧也一样 稍微撑开一点 然后整个手臂可以弯曲一下 下面的脚步 使它往上翘起 这一侧也一样 然后这里的上下纸层可以稍微分开一点 使它显得比较宽 然后左右稍微分开一些 调整一下 使它能够自然的站立 这样一款小精灵就完成了 看完视频 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旁边是另一款折痴作品 超级玛利奥 这是折痴小公主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